Audio Jungle 主要还是因为拍他的电视剧太多了 从孝庄秘史到康熙王朝 孝庄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不管喜欢不喜欢历史 对孝庄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如果要问孝庄跟谁的关系最好 很多人肯定不知道 因为这个人既不是黄太极 也不是多尔滚 更不是弗林 而是康熙 没错就是康熙 很多人都被电视剧误导 认为孝庄是不喜欢黄太极的 而是喜欢多尔滚 在黄太极死后 孝庄还下架给了多尔滚 其实这些都是细说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考证 孝庄下架给多尔滚这种说法那是靠不住的 那么孝庄和自己的夫君黄太极呢 你要说没感情那肯定也不对 但是要说感情很深 那也不太可能 孝庄闻皇后 博尔基吉特氏 明布木布泰 又叫贝尔之金布木布泰 看这个姓氏就知道 这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代 但是到了明末时期 蒙古也没落 背后金征服 努尔哈赤和黄太极 都采用了和蒙古和亲的政策 13岁的布木布泰 作为其亲姑姑哲哲的带月替补 由他哥哥吴克善护送到圣经 嫁给黄太极 为其侧附近 黄太极称帝以后 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 布木布泰也就是孝庄 并没有受到黄太极的专宠 但是他生了弗林 也就是后来的弗林 黄太极死后 弗林即位 也就是顺治帝 孝庄也就成了黄太后 按理说孝庄和顺治是母子 应该关系很好 可能在皇家不一样 两人因为立皇后的事闹得不可开交 弗林即位不久 孝庄就策立自己的侄女 蒙古科尔信贝勒乌克善的女儿 伯尔基吉特是为皇后 但是弗林并不喜欢这个皇后 此外这个皇后是个爱极度的人 这让弗林无法容忍 坚决要费后 孝庄拗不过自己的儿子 只好同意 皇后降为晋妃 改居策宫 为了消除这件事情 给满洲和蒙古带来的消极影响 孝庄又安排蒙古科尔信多罗贝勒之女 伯尔基锦氏进攻为妃 弗林同样对这个漂亮的妃子不感兴趣 不过没有再费了这个妃子 再到后来 董俄妃进攻 获得了弗林的宠爱 但是孝庄对这个董俄妃并不感冒 因此母子二人有了隔阂 甚至董俄妃病死 顺之皇帝都认为 是孝庄在其中捣鬼 不过 顺之生了个好儿子 那就是玄业 也就是后来的康熙 康熙的性格特点都和孝庄很像 因此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在玄业小时候得了天花的时候 孝庄也非常关心玄业的病情 在孝庄影响下 全叶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一世好伴其终身 而全叶也因为得过天花 而被弗林看中 再加上全叶勤奋浩学 全叶被立为太子 弗林去世以后 全叶即位 就是康熙皇帝 此后 无论是除奥拜 还是平三番 以及收复台湾 坚定地站在康熙身后的始终都是小庄 这给了康熙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而康熙也因此成为一代圣主 正因为如此 康熙对孝庄非常的尊敬 康熙初寻圣经 沿途几乎每天派人持书问候起居 报告自己行踪 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鳞鱼 寄予之风 派人送经给孝庄尝先 康熙陪孝庄寻幸五台山 移到上坡地方 皇帝每每下轿 亲自为孝庄抚脸保护 孝庄病危的时候 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 亲奉汤药 并亲自率领皇宫大臣步行到天坛 其告上仓 请求折损自己生命 增严祖母寿数 孝庄最终寿终正寝 康熙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嗜好孝庄人宣承宪 公义 一天起圣门皇后 简称孝庄门皇后 按照清朝的传统 孝庄死后应该和皇太极合葬 但是皇太极是安葬在圣经 孝庄施死在北京 而且过了那么多年 所以孝庄临死前曾经嘱咐康熙 皇太极下葬太久 如果要跟他合葬 那么会打扰他的安息 因此要求不合葬 而康熙或许因为与孝庄的关系太好 也不愿孝庄过早的下葬 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盲殿 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 称赞安奉殿 孝庄的棺果被葬在赞安奉殿的宝座上 遗土掩埋后永必殿门 康熙 27年至61年 悬业前往尊化祭业赞安奉殿 孝林共26次 平均年0.74次 可见康熙对孝庄的感情 孝庄这一暂时安放 就放了37年 康熙一招也没解决孝庄灵目的事情 直到雍正三年 也就是皇太极与孝庄成亲一百周年 雍正以孝庄文皇后赞安以来国家昌盛 圣祖在位隶属年长 子孙繁衍为由 认为此地颇及 故将赞安奉殿改为昭七岭